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索尼电视机首页的这个画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装了很多的软件 我们首先看一下系统的版本 点击设置 点击设置里面的一个关于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我这家机器是RX9000H 安卓系统版本是安卓10.0的 没错 这个就是我4年前购买的电视机 那么很多小伙伴就想问一下 说我首页的这些软件是怎么直接安装在索尼电视机的 包括奈飞,HBO,迪士尼Plus,还有Anby 还有MySuperTV,还有AppleTV Plus家 这样的一些流媒体怎么装上去的 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HBO MAX 我们打开看一下 如果你正确安装的话 打开是不会闪退的 它会有一个进度条 加在完进度条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一个是登录 一个是立即订阅 很多小伙伴可能自己安装了 但是只要一打开就闪退 那么具体这个怎么安装 今天我们讲两种办法 这里我们先讲第一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我的一个合资助手 合资助手实际上它本质是一个刀块镜像 具体的大家可以点击使用说明 点击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篇我写的一些博客 就是它的一些具体的使用的用法 那么这个刀块镜像支持 这个32位的ARM 64位的ARM 还有X8664的这个平台 就是所有平台基本上都是支持的 然后包括你的电脑 苹果电脑 Windows电脑 Linux电脑都支持 如果你没有这些 你还可以用你的群晖NAS 威廉通NAS 包括你的软路由 都是可以运行我们今天的这个刀块镜像的 那具体的这个办法 我想很多人之前看过我的这个视频 就是关于这支视频 有万物ADB的这个合资助手 这个使用指南 那如果说你这期没看过 我建议大家先看一下这期视频 做一个铺垫 那大家可以看到 Windows Linux 还有MacOS 这几种命令 我都给大家写好了 你不需要做任何更改 你直接就复制就行了 因为考虑到Windows用户是比较多的 这次我们就直接使用Windows做演示 那具体运行出来什么效果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Windows运行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将来的话 你要想安装这个HBO MAX 我们直接执行第6个选项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目前我这个Docker 已经更新到1.0.8的这个版本 我们接下来切换到Windows 好 那现在我已经切换到了Windows电脑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Docker的官网 去下载这个Docker Docker Desktop for x8664 那么这个安装包的大小 大概是463M左右 我们双击安装 一般情况下 这个配置就选默认的就行 点击OK 好 那经过不到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就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桌面上就有这样一个图标 我们双击一下 那这些就点击接受 这边可以点击跳过 然后这个也是跳过 接下来我们进行简单的一个设置 点击右上角 这个设置按钮 选择第二个选项卡是资源 然后这个资源下面呢 有一个高级 在高级里面就是默认的我们这个Docker 应该存储的空间是哪里 默认是C盘 我们这边换一下 给它换成D盘 比如说我们这边换成D盘 Docker Data 如果没有目录的话 你可以自己新建一个目录 这样的话 我们的Docker的存储空间呢 就切换到了D盘 因为D盘比较大嘛 然后点击接受并重启 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个英文不太顺眼 这都其实都没关系 你用惯了就行了 而且总共它也没有几句英文单词 对吧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搜索这个镜像 我们这边搜索悟空daily 然后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目前只做了一个Docker镜像 下载45万次了 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 没想到有5万次下载 然后点击这个Pool 我们先把这个镜像下载下来 下载下之后呢 我们再运行就行了 好 那经过一段时间呢 这边就下载好了 那关于这个Docker的加速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解决一下 我就这里不追溯了 下载好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命令行 这上面有一个命令行 点击这个启用 然后在这边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选项 我们选择第二个cmd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粘贴这个代码了 那具体代码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博客 对于这个windows而言呢 大家直接复制这行代码就行了 点击右侧的这个复制代码 然后右键粘贴 好 这样就运行了 运行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有绿色的一个tvhyper 我们点击这个tvhyper 好 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它的日志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esec这个选项卡 好 目前呢 就已经进入Docker的内部了 我们输入LS 我们输入LS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脚本 那我们执行这个主脚本就是 .tv.sh 我们这边输入 .gong tv.sh 回车 那使用这个Docker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你的这个电视盒子或者电视机 跟这个Docker宿主机必须处于同一个网段 然后呢 并且你的电视盒子或者电视机要开启USB调试模式 接下来我们回到索尼电视机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USB调试模式 有没有打开 进到系统设置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WiFi连接的IP地址 这边显示的是192.168.66.189 我们把这个IP地址给记录下来 完了之后呢 我们点击系统 然后点击关于 还是跟之前一样 拉到最底部 记住是最底部的这个Android TV操作系统版本 就这最底部 然后我们快速按下7次 这边就会提示你出于开发者模式 点击返回 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选项 叫做开发者选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ADB已经打开了 好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 首先第一项是连接ADB 这边输入1 然后回车 然后这个时候 它会让你输入这个电视盒子 或者电视机的IP地址 好 我已经输入好了 然后回车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电视机 已经出现这个弹框 然后这边呢 我们点击允许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之后 它会有一个提示 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回车 好 那这边它也会读取出你的电视机的机型 比如我这个是索尼的 这个VH1 包括目前这个电视机的一些时间 什么都读取出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进入第10项 输入10 然后回车 我们先安装一个HBO MAX 输入6 然后回车 好 现在它就开始推送了 它直接推送到电视机上 然后这个安装成功之后 这边会给出一个提示的 因为目前的HBO MAX 还有这些流媒体都是采用这个多包的形式 所以说 如果说大家自己安装的话 容易安装失败 好 关于这个脚本 其实里面还有好几个选项 包括一键安装奈飞 Apple TV加 迪士尼加 HBO MAX 买Super TV 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在这里一一的去展示了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两个端口 一个是2299 一个是2288 分别映射的是SSH 以及这个80端口 如果说不喜欢这个界面 大家也可以自己去 用SSH的方式去连接 比如说这边输入cmd 我们这边SSH 用户名是root 后面跟你的这个宿主机的IP地址 你的宿主机IP地址是多少就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本机的IP地址 自己查一下 好 这台是66.138 后面跟你的端口号-p2299 好 输入yes 密码是pswrd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也可以进入到我这个Docker容器内部 我们看一下 还是同样的这些数据都还在 我们输入.-tv.sh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一样的 你用拿着方法都可以 你在容器里面 直接执行 也行 然后你在命令行去执行也是可以的 然后还有一个端口是2288 映射的是web端口 我们点击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重立向了这个网址 那么这个网址 你可以看作是 盒子助手的一个导航站 然后导航站 简单说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用SAMPANEL制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项目地址 如果大家感兴趣 想自己也搭建这么一个导航站的话 你可以去这个网址 自己去搭建一个 因为这个也比较适合NAS来使用 然后这是一个免费的Docker 也是挺好用的 这上面有盒子助手 Docker版的一个使用说明 点击这里就可以直接跳转到它的使用说明 然后这里面还有就是关于盒子助手的一个具体的视频的说明 包括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我做的谷歌TV的使用指南 Fair TV使用指南 Apple TV使用指南 这些都已经放在这里面 算是一个资讯的大集合 还有包括我之前讲过的一些软件 有我一些推荐的软件 有我一些开发的软件 如果细心的小伙伴就可以看到 这上面其实有一个小字 上面写着140611 如果说你的电视盒子有这个downloader的话 你也可以输入140611 然后出现的这个界面就是这个界面 然后下面推荐的一些软件都是具体的下载地址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谷歌图标 然后就定位到下载地址这一个网盘 所以说如果说你处在downloader里面的话 你基本上点哪个按钮 就直接跳转到它的下载地址 就可以直接下载和安装了 这是我的一个设计思路 然后包括这下面还有一些我之前很多年前 或者说积累下来的 包括我开发的一些小的工具 还有我推荐的一些软件都放在这边了 好 最后我再说一下 就是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用的 这个就是发邮件提醒 比如说索尼电视上有一天 就是迪士尼它会提示什么强制更新之类的 不更新就没法用 如果你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我发个邮件提醒我一下 然后我这边就会集成一个最新的版本的迪士尼 然后我这个镜像可能会更新到1.0.9之类的 目前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因为新手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 别的方法 其实我也没法在油管上去讲 好了 关于盒子助手 我能讲的也就这么多了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能够产生一些帮助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